听说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准备了一个演讲 不要演讲了 听说你很会跳舞 会跳urban 是编舞 那就跳舞吧 我是主面试官 跳 让我们看看一个灵活的胖子 要什么音乐 要什么音乐 先来一段热烈一点的 音乐老师给我的音乐也让我真的 这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我其实是在一个非常 真的不错啊 还没有放开 是不是后悔了 你应该后悔了吧 灭灯都后悔了 一浪接一浪啊 从他这个跳舞我们能看出来 很多的时候即使他不是特别愿意做的事情 他也会去先去先记住 他跳舞很有那种魅感 你发现没有 对 特别柔美 因为之前有跳过爵士 哦 还跳过爵士 再来一段爵士 突然老师饶过我行不行 突然老师我真的很想把我的演讲 好好的讲一遍 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演讲 因为我今天是来 想寻找一份旅行内的工作嘛 我想讲一下我旅行的一些经历 谢谢老师 五年前 我坐在前往重庆求学的列车上 思考着一个问题 我的大学该如何度过 我的内心开始狂欢 我知道除了那张录取通知书 我还收获了一张 能够认识大千世界的门票 我花了整整四年时间 才走遍全市三十八个区限 我把这一趟超规格的旅行 称之为环宇旅行 他其实是想把他的爱好 和他的工作相结合 但实际上往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最后他得到的结果 不一定是特别好的 人生是一往无前的 重庆我已经走完了 而中国那么大 我都想去看看 所以这一站 北京 我来了 谢谢大家 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资深的旅游爱好者 但是离专业还有一步之遥 但是这一步我就没有看出你跨出去 我能看出你爱好旅行 但是你爱好旅行 跟别人服务别人 让别人去旅行 其实就差那么一线 你跳舞的时候 我就后悔自己把灯给灭了 然后你朗诵完之后呢 演讲完之后呢 我就觉得不后悔了 我特别希望你在朗诵的时候 能够有跳舞的那种状态 你的这个演讲 都是那种流水杖式的 没有激情 没有感动 没有那种狂放 没有那种影响我们的东西 非常遗憾 那个旅游这个事啊 我觉得仔细想下来 它分为两种 有一种是喜欢 真正的喜欢旅游 喜欢美景 喜欢在路上 还有一种人 是喜欢旅游的感觉 对 这跟人是一样的 喜欢这个人 和喜欢这个人 喜欢这种感觉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他是属于后者 对 他喜欢旅游的感觉 他未必真正喜欢旅游 就别说商业价值了 吸引眼球 你也没做到 进入职场青山客团 双方谈判过程中 你发现 对方一直侃侃而谈 并不断地强调 请经我说完 但是在你说话的时候 对方又迫不及待地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 此时你会怎么做 首先的话 我还是尊重他 先听他讲 但要是他真的讲没完呢 一两个小时过去了 没完的话就直接就是对不起 然后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解决问题 我们先来看这件事情怎么办 不 你听我说完 突然老师 我知道了您的意思 我大概都知道了 你没明白 你怎么明白 你听我说完 我明白了 好了 我们聊下一个话题 行不行 就此 打住 所以其实你是一个 不太敢于面对冲突的人 不老师 他是需要给压力的人 所以我觉得就说 但是他是有可塑性的 就有些人 他那个基础不行的话 你给他压力 他可能他就垮掉了 他的就是塑造不过来 但是我认为 他是有被塑造的经历 我曾经在这个上面 招过一个 也是学电视编导的 到了我们那以后 做得非常好 现在我们的抖音 我们的Vblog 就是把新开业的酒店 周边的情况 这个酒店的介绍 他把它都融入到这个里头去 你愿意放下 你想旅游的那种情怀 接下来做一份 朝九晚五的自媒体 做抖音的内容 做微信公众号的内容 跟旅游是有关的 跟旅游有关 我愿意啊 因为 愿意就行 来 第二轮选的 学过了 还有两盏灯 来 前 我上下 来 什么岗位 新媒体运营 就是做新媒体运营 在北京 内容 是吧 来 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市场部 做新媒体运营 新媒体运营 也是做内容 做内容 你们两人的新媒体运营 有没有偏向 是偏视频 偏文字 还是偏什么 就是 其实在我们那的话 就是彩编导 你都要做了 我们这边主要是 为了产品 因为我们有很多 黑科技产品 为了产品去做这个 全媒体渠道的这个运营 内容运营 你考虑一下 十秒钟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黑洞投资 苏把酒店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苏把酒店 是吧 杨总还有许总 是一直都在支持着我 所以我觉得 有这样的伯乐 我这个千里马 也没有白跑这一趟 现在老袋一片空白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是一个喜欢做准备的人